我這是檢疫型咬的器 不夠在家 因為這個資源很珍貴 促進經濟景氣 跟你們調那個被子一樣 不要太稀 也不要太濃 太醜 昨天有個大師來上意識治療 要調那個 Tissue Condition 我就說請問有沒有比例 他說沒有就這樣 那一堂課很珍貴 我有錄下來 他是大師耶 我後來才知道 我講話真是大不盡 大家很喜歡我 我把那個WazeUp給他看 他說好專業 後來他說這模型是治療病的 我說沒有那個是標準模型 他覺得很誇張 不要太多就這樣一圈這樣 然後放上來 這個也要平行 同學這個要平行 他主要是卡石膏用 所以說最好是三個 三個都要幫我找 對 沒錯 但是有個那個 我們要平行 就是平行他那個 養合面 怎麼上的這麼糟糕 有沒有平行 我先會弄到那個黑黑的 我跟你講你們上的時候 應該會跟我碰到一樣的情況 我把它拿起來 這邊卡到 這不要卡到 卡到會拿不起來 好不好 我這是錯誤的示範 我這是錯誤的示範 但是我就是整個 就那三個點要刮出去 對對對對對 那我們就把這個多的再放進來 放後面 因為我發現他不夠平行 所以我就再加一點石膏 等一下你們可以先忙 反正材料應該不夠 趕快把它消耗掉 先做先飲啊 先做先飲啊 因為下禮拜我們就要吃飯了 吃飯 再多一點點 那我們就可以去調整 他的那個平行度 多一點點好了 我剛是用一瓢嘛對不對 好這樣子就不會去 去碰到那個 我們那個黑色的那個 皮帶 這樣有平行嗎 這樣有平行嗎 有沒有平行 有 有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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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平行 我先不管每關了啦 我就直接加上面囉 好 這個小條一點 下面可以大條一點 我收了 如果裡面有石膏 再加這個的話就會很快 所以動作要快一點 所以我動作很快 你們不夠快要把它洗乾淨 就是這樣慢慢的 這種稠度 你可以這樣子 慢慢的震下去 震下去 先把這一頭拿起來 你們的可能不會像我這個 這麼難上 主要就是要平行 然後不要卡到那個黑色皮帶那裡 要卡住這三顆這樣 那一個 那一個 這個嗎 卡住這個模型 跟那個 咬合器 我不太喜歡它耶 每次都很 很刺 那個會被它刺到 阿鼎教官有朋友幫你們上搖 怎麼上搖器 誰 沈沈頂 沈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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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是以功能性為主 沒有油 沒關係 下次搖器也是 上搖器也是一個學問 他很在乎這個 沒關咯 就是要弄得很乾淨 喔 對 這不是我的專長嗎 抱歉 好 好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喔 嗯 好 幫我想一下時候跟要PO什麼 快點 好 我們 開始